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石远强先生 他是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副总领事 今天我们邀请一位专业人士 也是权威人士 跟大家聊一聊中美目前的贸易谈判 以及未来的中美关系 师傅总 刚才我们谈到了知识产权的问题 其实美方在中国知识产权的问题上 我看到过美国的猛馆CNBC CNN 还是其他的布伦伯格那些财经频道 他们都找过一些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家 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被中国强迫 要转移知识产权 据说我看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几乎绝大部分的企业家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说都拒绝上电视 有上来的 我看到在CNBC的节目当中 大家还记得刘欣吗 刘欣那个Fox News的财经节目当中 同样类似的Fox News的一个财经节目 找了一个人来 其实他讲的也非常的婉转 没有法律问题 最后最后这个媒体总结了 哦 说中国的市场换技术是不规范的 说到这个呢 我得因为我原来住在西雅图 我曾经和这个西雅图的很多朋友都认识 波音都认识 波音的人跟我讲 都说全世界市场换技术也好 这个这个这方面呢 都说我们波音是老大 都说你看我们七八七是全世界组装的 这是典型的把技术给别人 把要别的市场 然后把技术拿出来 所以后来七八七推迟的飞行 甚至今天七三七出问题 其实都跟美国这个有点关系 现在美国又拿同样东西来指责中国 市场换技术不合法 您怎么看 你刚才说这个波音 这个就是拿市场换技术 但是我的感觉 恐怕波音不会把他的这种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是没有 而且我觉得好像 波音公司实际上我的感觉 跟中国技术方面的合作还是很少 波音跟日本跟印度合作比较多 应该要中国更多的是采购他的这种飞机了 当然我的印象中是波音准备是在舟山 要开一个组装厂 因为中国有了919 929了 这个组装厂 而且据我所知可能也是 就他的一些不是那种主干的那种飞机 即使这样 我觉得也是波音可能是出于自身的发展的需要 对他也是一个互利的一个举措 但是即使这种应该说其实不是很大的一个举措 也被美国国内特别是 比如说国会一些人指责为波音可能向中国转让技术什么的 其实这个波音自己清楚 其实中国在这个我觉得这个波音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证明了这个中国实际上是很尊重这个知识产权的 很尊重这个技术转让 那么中国现在你也提到中国自主开发我们的这个大飞机 所以我想就是刚才提到这个 以这个市场换技术这个问题 这个呢就是因为我说实在刚才您提到 我是专业人士 应该说我不是什么专家了 但是我们工作中确实有接触这方面的问题 我的理解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 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 其实很多的商业人士专业人士认为 就是这个 你到一个其他国家 你去开拓市场 那么你是不是提供你的技术 其实中国的政策其实是完全是自愿的 就是你不是没有任何强迫转让的这种技术 这种这种这种政策和要求 那么至于这个 你是否你企业你自己是不是转让技术 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行为 其实很多的企业 他是愿意 因为他他自己认识到 因为天下没有就是怎么说 天上不会掉下来就叫什么 天上不会这个掉馅饼 你你又想又拿到这个市场 那么你在技术方面 他自己会做衡量 什么是核心技术 什么技术 他可以通过一定的转让 他可以来取得更大的效益 那么我跟高通的负责人曾经有过一次焦虑 他说高通的模式就是这样 就是他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他是以他的技术来扩大市场 因为大家知道高通像这个像这个中国 包括很多国家都出口了大量的这种这种芯片 芯片 那么他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就是他通过一种 因为我不是很专业了 但是我的理解他他实际上通过一种 就是一种一种一种叫什么呢 就是他有核心技术 但是他他在这个在在很多国家 他可能有这个就生产这个企业什么的 那么他对这种技术的这种转让 他自己是会有一套很严格的标准 那么他自己也说在他在中国的这个 我跟他的是他的这个负责国际事务的高级副总裁 他明确告诉我说他在中国的合作 他非常满意 他没有碰到过这个这个中国市场 对他的知识产权的这种侵犯 而且高通好像这次 也是这次中美贸易谈门当中 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去了 因为高通跟华为之间的关系 特别中心之间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市场换技术 其实这是美国的一篇报道 美国认为说 波音公司是最先开启了市场 这个换技术换市场的这样一个做法 特别指出的倒不是中国市场 他主要指出日本市场 尤其七八七 七八七的整个机翼是在日本三菱组装的 我曾经问过这个专家 我说为什么又delay了 他说日本组装这个机翼 整体的这个规模是合格的 但在局部所有压强都不合格 所以不得不重新推倒重来 他说今天的七三七 就是美国为了让印度买波音飞机 所以把很多软件转包给了印度 最后才有今天七三七的一些问题 当然他倒并没有说到中国 这是一篇美国的一篇文章 刚才师傅总特别强调了一个中国市场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来讲 我看到美方的一个说法 他说在这方面 也许别人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太快 所以让人有一种观念认为说 你怎么会进步那么快 我们几百年才有今天 你几十年就可以有这样一个成就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先入为主 但是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问题是 现在作为知识产权也好 作为这个全球化也好 现在大家进入到另外一个迷思 那就说由于美国政府一乡 以国家主权行为 以提高贸易关税的方式 破坏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贸易规则 甚至都有可能会改变全球的供应链 这是西方国家 甚至美国学者 为什么不赞同我们当当川普总统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场贸易谈判 已经远远超出中美双方的一个贸易关系了 您怎么看 对这个就是回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美关系 这个到底怎么看 中美关系的这个重要性 因为现在中美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 就是那么有些人甚至就是说 中美可以脱钩 中美关系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实际上我想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其实是体现在方方面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层面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中美就是经过这个四十年 建交四十年来 甚至更早的一些交往 这个关系在不断的这个推进 在发展 实际上形成了一种 这个非常这个紧密的关系 非常巨大的这种 这种共同的利益 特别是中美随着这个 中国成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对这个全球经济的影响 对这个全球化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就是我个人想起一句话 就是08年这个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 那么美国对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大企业 大的这种金融机构 有一句话叫做大倒不能倒 我的感觉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 也应该是应用这句话 就是大倒不能倒 正是刚才您说的中美之间 实际上这种这个经济的模式 其实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就是在这种 就这种全球化的模式 其实是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 他们推动了 因为他们这个资本的这个需要 因为这个这种这种这种模式的 这种这种经济模式的这种 对他们来说 这个当时来说应该利益是最大化的 所以他们在全球推动了这种 这种这种这个全球化的模式 那么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那么顺应了这种这种全球化的发展 那么中国也从中这个取得了自身的发展 那么现在美国反过来 认为觉得这个好像中国这个什么 占了便宜了 那么他又想这个推倒这个这个模式 但是这个推倒这个模式的代价 我想这个 美方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想清楚 所以就是这个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到底怎么做 这个模式是不是这个刚才您说的 这个它能够这个重建 还是怎么样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我想其实更明显的答案 实际上是在这个 是另一种选择 怎么样是这种模式更好的这种 这个发展 怎么样就是 中国实际上提出了 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各国 是吧 各个地区 实际上命运是这个互习与共的 所以我们这个要相互的这种支持 相互的帮助 而不是这个一种 就是零和的这种游戏 零和的结果 确实中美双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要 不仅仅是一个全球化 当然全球化 其实大家不要忘了 全球化是美国和西方世界 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 所主导的 为他们的利益的最大化 所推行的一种方式 而这行之有年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 应该说 全球化给社会 给全球带来了利益 是巨大的 不要说一点 简简单单 世界二十年来 贫困人口的减少 就减少了八亿人 其中中国就贡献了七个亿 应该说 这是全球化 最伟大的一个贡献之一了 所以美方现在用自己的一个国家 主权的一个要求 就来推翻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确实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 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